对于爱看电视剧的小伙伴们来说 这几天可谓是好消息不断 不仅大家期待已久的与君出相识彻底官宣 几天后就会与大家正式见面 就连大家预计遥遥无期的余生请多指教也选择了在同一天正式官宣 证明他终于快要播出了 大家对于这些消息十分满意 因为终于不用担心剧荒了 这段时间虽说播出的电视剧不少 但大部分都是高开低走 比如上时 净双城胡诸夫人等剧 很多人都没有达到心理预期 因此吐槽声也是挺多的 所以大家只能寄希望于待播剧 希望他们能排遣自己的无聊 余生请多多指教和与君出相识无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部剧的主演知名度和流量都很大 剧也有一定的保障 然而虽说这两部剧都十分受欢迎 但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从官宣当天两部剧的话题阅读量就可以看出来 两者的阅读悬殊太大 余生请多多指教的话题阅读量几乎是与君出相识的三倍 有些网友揪其原因得出的结论 可能这就是实力与流量的差距吧 说起流量和实力的差别 相信很多人都会倾向于实力派明星 流量虽然知名度高热度大但却不易抗拒 而且有时候演技有待提高 实力就不同了 虽说知名度不一定有流量高 但最起码发挥稳定 不用担心聚会扑接 毫无疑问 迪丽热巴是一位典型的流量型明星 别看她的热度和知名度高 而且也在努力进步 但她还称不上是一名实力派演员 在一些表演方面的表达方式还有一些稚嫩 任嘉伦虽说有实力 但也相当于是半流量半实力演员的存在 实力虽强 但知名度却没有迪丽热巴高 而余生里的杨子和肖战 一个是实力派演员 一个是顶级流量 对比下来两者可以打个平手 甚至更胜迪丽热巴两人一筹 也有比较理智的网友推测余生的阅读量之所以比与君出相识多 那么多是因为余生的宣传时间太长 足足勾了大家三年 剧方也给大家画了三年的饼 所以大家一知道这部剧要播出了 话题度当然会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